英文学习指南 名词经常出现的字尾 欢迎小个赞助 请分别订阅我的三个YouTube频道 英文学习指南 英文秘笈跟常识宝典 那因为这是中 你就从前面上 上集开始看我们其他前面讲过的一些概念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就从NESS开始再看起 这个名词字尾是NESS 那些字呢 brightness很明亮 goodness善良 happiness快乐 illness疾病 kindness亲切 你不要看到I念成kindness 它就不是kindness laziness懒惰 pollightness 有礼貌 那我们也有一个概念没讲 因为怕讲太多 讲复杂接受不了 就是说 这些名词啊 它的字尾 是这些字尾是没有错 我们来讲了 但是呢进一步讲 它有些啊 字尾是从动词转换过来的 所以那一类大部分都是 动词转换过来 像这一类呢 这NESS大部分都从形容词转换过来 你看 lazy啊 kind啊 ale pollight 都是 都是这个 啊 形容词啊 所以 有这种情况 这边既然想到了 就顺便一提啊 这个不多讲啊 不然的话太复杂 啊 richness啊 富有啊 很丰富啊 很丰富 富有 sickness 病啊 weakness 薄弱 很弱 啊 RY或ERY啊 算在同一类啊 我们看哪些字 ancestry 祖先 Brivery 勇气 chemistry 化学 machinery 机械 啊 我们这边顺带一提啊 有的文法说 你们会提到 哪些字语啊 代表哪些意思 为什么我不写出来 不讲呢 因为它很复杂啊 有时候有讲跟没讲差不多 所以最好的方式啊 因为我要讲说啊 这个MENT啊 TON 又表示状态啦 性质啊 存在啦 什么什么什么观念啊 什么一大堆 你说到底是哪一个啊 所以很累 干脆不要写 那反而是从啊 这些字啊 字里面 你多看这些字啊 反而你自己会有种体会 哦 大概是这一类啊 这样还 效果还比较好一点啊 Nessary 是 预言诗啊 Portry 是 诗 诗歌诗 Robbery 强盗 Cinary 风景 Slavery 奴隶的身份啊 然后LTY ITY TY这些啊 反正大概都有TY的 不管前面是L啊 I啊 T都算同一类 接近 因为英文字啊 它当初没有英文字啊 所以欧洲人看不起 英国人 英国人看不起美国人 因为美国是英国去殖民啊 移民啊 都是穷人啊 那为什么看不起英国啊 因为英国发展最晚 所以英文啊也是发展最晚 尽管发展最晚了 但英文还要古英文啊 中国英文啊 近代英文 现代英文至少四个阶段 像古英文啊 大家都看不懂了 中国英文也看不懂了 连近代英文就 莎士比亚那个看得很吃力啊 所以英文啊 基本上就是从德国的一个方言啊 也比较简单啊 因为以前呢 英国是那个蛮族嘛 英国的萨克逊 有语言啊 但是没有文字啊 这很麻烦 就像台语 台语没有文字啊 但是可以讲啊 那就是不成功 你说语言就两个条件 第一个要能讲嘛 第二个要能写嘛 有字嘛 这台语啊 闽南话 心理上这个问题啊 当然有人硬是啊 掰啊 不是掰啦 就硬是把那个字写出来 可是问题大家不认识啊 那大家还说 那我还是看普通词好了 还是看国词好了 那你那个太累了啊 天书啊 Inxiety 忧虑 Certainty 确定 Goodly 残酷 Curiosity 好奇心 Electricity 电力 Eternity 永恒 都是TY Generosity 大方 Hostility 敌意 Humanity 人道 Identity 身份 Lowerty 中心 Majority 大多数啊 Minority 少数 大多数 它还是从Major 跟Minor 这样子形容词过来啊 当然Major跟Minor 也可能是名词啊 也可能是动词啊 Morality 品性 德性 Necessity 从Necessary 过来的啊 必须品 Necessity opportunity 机会 Personality 人格 或者个性 这个Y啊 就是一个Y啊 你说它也跟前面RY啊 这个也是相近 那反正这边就是 主要是一个Y 这个字吗 Delivery 送答案 Destiny 命运 Difigulty 困难 Discovery 发现 Flattery 奉承 惨媚 Honesty 诚实 Andre 受伤 Inquiry 询问 Jealousy 猜忌 Recovery 收回 这些字 然后Ship 什么Ship啊 不是船啊 Ship Boat 大船是相对比较大的 是Ship 相对比较小 Boat 可是没有精确的定义 就有的时候蛮大的 这个外国也叫Boat 有的时候不太大 他也叫Ship 外国人直接搞不清楚 你不要说外国人英文都很棒 不一定啊 我们这什么法国意大利的那种 不是母语 不要讲 我们讲英国美国啊 是他母语 有的英文也很烂啊 就像这个国语嘛 你说中国大部分每一个国语啊 普通话都很棒嘛 那不一定啊 有的卖菜的 有的没念过书到 有的文盲的 他只会讲 讲的不怎么样啊 所以我们不要说 看到金毛斯娃 当然外国人不一定宣布金法啊 就是看到这外国人啊 我一看是美国啊 英国来的啊 当然他能够到大陆 能够到台湾 基本上他有 一定有钱嘛 才过来 你要买个机票啊 要住宿啊 基本上水平不会差啊 但是你真的啊 到美国英国啊 你不要到都市啊 有到乡下 有到这个平民区啊 哇 英文烂到不行啊 会讲 讲的都很溜 可是那也没什么文法啊 黑人啊 很多人没什么文法 就讲的六啊 可是 没有文法 没有程度啊 就只是会讲而已啊 Dictatorship 独裁 Friendship 友谊 Leadership 领导 Membership 会员资格啊 relationship 关系啊 scholarship 学问 那这个th啊 birth 出生 breath 宽度 death 死亡 depth 深度 growth 成长 length 长度 strength 力量 他这个这一票啊 也大概大部分是从形容词过来的 truth 真实啊 youth 七年起啊 然后这个t啊 有什么t的啊 上升 assent complaint 抱怨 descent 降落 adjoint 关节 就是结合处啊 结合在一起的地方啊 然后pursuit 追求 receive receipt 收据啊 这一票啊 大概大部分是从动词过来的啊 restraint 抑制 sight 视力 weight 重量 然后这个ure啊 的字位 名词的字位 有哪些字呢 creature 不要念creature 很多人念creature 它是第一个硬件 creature 生物 departure 出发 expenditure 支出 花多少钱啊 value 失败 senature 家具 这个家具叫我们叫做集合名词啊 它没有s 你说家具啊 我买了两套啊 有好几张长沙发 担任沙发 好几个啊 应该是复数 这叫集合名词 单数的形式 复数的观念啊 所以这个集合名词很容易让人家误解 然后相对叫一个叫做复数名词啊 永远用复数 本身表示的也是复数 可是有时候你说裤子啊 一件裤子啊 它还是片夹s 为什么它两条裤管 混合物啊 pleasure 愉快 pleasure 压力 procedure 程序 然后这个hood 什么hood 就是boyhood 少年时代 childhood 幼年的时代 falsehood 很虚伪 那它当然也可以当假的啊 假的 虚伪就假的嘛 manhood 成人啊 或成人的状态 这个hood就等于是啊 成人的状态 人的状态啊 neighborhood啊 临近的 临近的地区啊 那我们这个一集啊 也不要讲太多啊 这个我们就啊 分上中下 下集再把它讲完 那我们中集啊 讲到这边啊 因为后面啊 都是讲人的啊 都是跟人有关系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啊 这英文啊 单字 字尾的名词啊 它是 它是这个啊 有哪些啊 字尾 age al al al同时也可能是形容词啊 ACY CY ANCY ENCY ANCE ENCY ION TION ATION CATION SION ISM ISM 主义的意思啊 至于说主义者啊 IST 哎呦 我们在下集 都是全部讲人的时候提到 MENT NESS RY ERY LTY ITY TY Y SHIP 不是船啊 TH T URE HOD 表示一个时期啊 或者一个状态 好 我们这个终极讲到这里